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这个国家就是智利位于南美洲的西南部地区 东边是阿根廷 西边是太平洋 领土面积仅75万平方公里 但是长度却足足4352公里 东部和西部最短的距离仅仅只有96.8公里 最宽处也不过是362公里 整个国家在地图上就像是一根筷子 笔直又纤细 正是因为智利太过于狭长 因此很多网友都表示 这个国家的交通简直是太便利了 不像我们国家那样铁路四通八达 像是一个蜘蛛网 智利这么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修建一条公路即可通向全国 高铁也只需要修建一条即可 这样不仅省时省力还省钱 最主要的是人民交通还方便 此外智利其实是一个旅游胜利 因为濒临太平洋 整个国家拥有许多美丽的海岛 而且大部分的海岛都非常原始 没有一点商业化 海水清透 蓝天 湛蓝 非常适合度假 其中复活节岛是当地最有名的海岛之一 海岛的条件很好 比较轻奢 最重要的是当地的消费水平并不高 而且美食也很丰富 海鲜也很甜美 简直就是旅游爱好者的天堂 智利除了海岛景观浪漫 沙漠风情也非常美妙 著名的阿塔卡玛沙漠就位于此 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沙漠探险者 来此地旅游观光 看到这里 大家对智利有没有一种向往之情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